大家好,欢迎收看莫莫说电影,我是莫莫 今天莫莫给大家带来一部 巨石强森长出白色翅膀变成小仙女的电影《牙仙》 强森是一名职业兵球手,身材健硕,作风粗暴 由于经常打掉别人的牙齿 因此他在场上获得了牙仙的绰号 但由于年龄的增长,加上队内新秀的涌现 强森从明星选手沦落了替补队员 巨大的落差使他十分消极 经常用冰冷的语言打碎别人的梦想 强森有个漂亮的女友,是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 强森和儿子兰迪的关系不咋样 小女儿正处在换牙漆,十分期待童话中的牙仙子 每次都把掉落的牙齿放在床头,等待牙仙的到来 强森一看老毛病就犯了 直接打碎了小孩的童话梦 牙仙啥的都是假的,还理直气壮的觉得自己在说实话 由于他残忍的破坏小朋友童真的做法 已经惹恼了牙仙国的女王 以散布谣言罪被惩罚当两周的牙仙子 不仅长出了一对白色翅膀,还穿上了粉嫩嫩的公主裙 在负责人特雷西的带领下 强森先去领了一些任务道具 由隐形喷雾剂,缩小牙膏,一望粉等 呵呵慢慢的完成了港前培训之后正式上岗 第一个任务就是取回一个小男孩的牙齿 强森利用缩小牙膏把自己变小 但这只神奇的小仙女却引起了猫咪总裁的注意力 过程很曲折,好歹完成任务 取回了牙齿 由于冰球比赛和任务的冲撞 导致强森不得不把自己变小筒马桶冲走 这让他很气愤 走到任务对象家直接喷喷喷喷一望粉 任务虽然完成,但却使得一家人记忆混乱 他的举动惹弄了牙线国王 增加了强森的日常任务 这天女友要参加一个舞会 强森林威受命照顾他儿子 在勤行他教训了欺负兰迪的小胖多 两人关系有所亲近 由于大量挥霍不到一周 强森的道具快要被用光了 牙线女王拒绝给强森补给 使得强森把目光放在了黄牛身上 高价买了一堆道具 但这道具都是劣质产品 说好的隐形变成了半透明 还通了橡皮人 直接被警察打到橘子里 牙线女王又给了家长一周的惩罚期 痛定思痛 投机取巧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强森决定摆正心态不再儿戏 用比赛的精神来执行任务 还给自己DIY了一套装备 看见孩子发现牙齿被牙线取抖的笑容 他自己也获得了满足感和成功感 为了鼓励兰迪勇敢地参加吉他比赛 强森每天都陪他练习 还讲了自己曾经的故事 并说小男孩一定会成为一名伟大的吉他手的 在一次交任务时特雷西告诉强森 其实自己也想当一门牙线子 但是没有翅膀 强森决定给特雷西一些训练 让他成为一名没有翅膀的牙线子 就这样强森除了每天日常训练 还要陪伴着兰迪和特雷西的训练 在一次比赛中 由于犹豫 强森错失了一个宝贵的进球机会 输掉比赛的强森心情不爽 又开始了毫不留情的怼人嘴炮 兰迪一气之下直接摔掉了吉他 特雷西在苦苦训练后 终于取得了牙线子症 本想着来和强森分享喜悦的 也遭到了一顿怼 但特雷西并没有生气 而是心平气和地告诉强森 打击别人的自信并不能使你变得强大 想变得强大是靠自己争取的 点想的强森 在一次比赛中 一位队员不幸受伤 强森临危受命被安排上场 这次他没有犹豫 而是拼尽全力成功射门 给队伍带来了至关重要的一份 这时新任务又来了 这次的任务就是女友家 强森决定去完成任务 在球场上直接变成牙线子 惊戴了众人 幸好有特雷西的失忆大炮垫后 强森飞到了女友家 当着小女儿的面取了牙齿 报告他牙线是真的存在的 用魔法帮兰迪变出了吉他 还送了兰迪去吉他底下现场 强森终于明白了梦想的重要性 郑重地向女王道了歉 女王很欣慰 免除了他的刑罚 不过要回归正常生活 必须要消除关于牙线的记忆 在和众人道别后 强森被消除记忆 开始了属于他的美好生活 就像中国小孩掉牙 必须扔房顶的习俗一样 西方也有关于牙齿的独特习俗 传说中小孩脱掉乳齿后 象征如同圣诞老人白雪公主一般 如果有人把他们梦想告诉你 不管他们的梦想听来有多荒大 请不要吝啬你鼓励的话语 好了这就是本期朦朦顺点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哦 爱你们